禮拜的部分的話就是只是針對第一個單元的第一個範例做練習 其中的話就是REPT加LAPT 然後其他當然還有其他練習我們今天也接著把它完整 反正今天目標就是把這個練習檔給做完 你們把它存檔然後繳交就可以了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然後如果你假設有一些地方比較怕跟不上的話 其實我每個學期其實都會把那個上課的部分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你也許你可以加入到那個教學論壇 然後這個論壇是不公開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加入的話請你留下你的學號姓名 然後跟我講一下你是上哪一門課程的這個學生 那我就幫你加進來 那我看好像還蠻多同學加進來的 那當然裡面就是前幾個學期的上課影片 所以如果你擔心會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你回去自己再會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YouTube真的還蠻方便的 而且你可以快轉都沒關係 你可以跳著看也沒關係 反正你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最重要 因為其實現在學習不再像以前這樣 一定要填壓或者循序的 我覺得你可以針對你的問題去找到答案 把這個問題解決這樣其實就夠了 因為畢竟它就是一個問題 那你將來在職場上也是一樣 你就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就OK了 那很少人問你說你怎麼做出來的 當然如果你要做學術研究的話 你自己再去探究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OK 然後這上個禮拜其實都講到 那今天的話接著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請各位就是幫我下載那個檔案之後的話 並且把它解壓說OK 解出來之後開啟第一個單元 01文字與階段函數裡面的這個第一個檔案 然後這個問題的話基本上上禮拜 我看一下上禮拜我們教的 那一樣我會把它貼到Moodle上 所以如果你假設最新的這學期上課的話 其實你到Moodle的公告區裡面 我會把它貼到這邊 所以以後你回去之後想要複習的話 你就自己再到那個公告裡面可以看到 每一次在上禮拜是第一次上課 第一次上課其實就三段影片吧 123這三段 OK 也會有一個YouTube的播放清單 那上禮拜就是我剛剛提到 問卷的結果我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同學大部分 對以色列好像都很陌生 但是你將來到職場上 以色列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問哪個軟體使用的頻率最高 我想以色列應該可以排在前幾名 他說他第一名 應該沒有人敢說他是第二名吧 說他第二名沒有人敢說他第一名 OK 然後我們有用REPT 然後還有相關的範例 那今天的話接著繼續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幫我開啟這個練習檔 就是打開之後 上禮拜有講到這個嗎 稱呼這一個有解答嗎 有嗎 所以這個你們就自己做 我做過你們 所以只要裡面有問題的 請各位自己把它完成 像這個上禮拜有講到 REPT有沒有 那基本上就是兩個方法 不外乎你就是自己用那個 插入函數有沒有 然後用REPT完成 函數類的話呢 我是會用那個文字類裡面的REPT 按照這個順序排吧 然後我要重複什麼 重複這個信號 重複幾次的話 就是根據銷售量除以100 然後記得我們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這個向下填滿的時候 主要是它會自動複製前面的規則 幫你把它按照上面的規則 往下去填滿底下的公式 不過呢 它的這個什麼CE的1前面 如果你沒有加錢的符號 它會自己加1 它的規則是只要是CE或B3這種儲存格 它向下填滿就會自己加1 所以往下一個它就加 所以CE會變成C2 但是如果你假設不要讓它變動的話 記得在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你說這個地方為什麼要鎖住 因為它一定信號一定是在1 你不能往下 如果往下它變成等級了 就不對了 OK 然後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應該這一題就OK了 這個在上禮拜講到 所以請各位自己把它快速的完成 那稱呼的話 因為就是取前面那個字 所以插環數文字類 我們可以用LAPT 所以這邊的話 LAPT 取這個人的名字一個字 然後會取到他的姓 但是後面的話 如果說要加上 加上什麼 加上它是 如果是男生 那就是先 補先生 如果是女生 就補誰 補小姐好了 那當然它會有邏輯判 所以這邊的話 一般理論上 我們先會用到一個AND的符號 AND的話就是要串一個什麼字 那什麼字的話 你不能直接就在這邊 記得喔 如果文字一定前後要雙語號 那你就打個先生好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如果打個先生 那每個人都叫什麼什麼先生了 那不對啦 我希望女生是叫小姐的話 那這邊的話 你就必須在AND的符號的後面 加上一個IF 如果 OK 如果 IF 這個IF很重要 因為將來 一定都會用到這個邏輯判斷 IF 但你可以自己敲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ChargeV 在AND的符號後面 加一個IF之後 那你會發現錢刮鬍 OK 然後你就把 不過 我看這樣好了 我是建議 如果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把先生這兩個字 雙語號的問減下來好了 OK 那我是比較推薦你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再插入一個函數 就是把先生減下 插入一個函數 因為IF不是放文字的 它是放在哪一個 應該可以猜出來 應該在邏輯裡面 IF有沒有在這裡 IF 然後如果你假設插入函數 它會幫你插入到AND的後面這個位置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它會自己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那它會有三個問題 要問你 第一個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判斷的邏輯 所以第一個是Logitex 邏輯是這樣 你跟大家講 敘述一下 如果 什麼條件 如果性別這個儲存格 性別你可以點一下B10 有沒有 B10這個儲存格 如果是什麼呢 是的話記得 就是在這裡是等號 如果是等於後面的東西 那因為男跟女是文字 所以記得一定要前後加上雙以後 那我們用男好了 如果他是男生的話 如果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給他一個叫先生的結果 先生因為剛剛好像有剪下來 所以我就把它貼上去就可以 那如果你剛剛把它刪掉 你重打也沒關係 反正這個要不要打錯 公式不要打錯的話 其實理論上很簡單 OK貼上 記得喔 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OK 但你說老師那我不加會怎麼樣 其實不加你們可以試試看 不過不加好像 我覺得衣服還蠻聰明的 它這個蠻友善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加 你移開喔 它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一定要加就對了 你說老師那公式沒有雙以後怎麼辦 沒有雙以後 這個公式就錯誤了 它就無法被正確解析 就這樣而已 那你說為什麼要雙以後 這個都規則 這個可能要問比爾蓋茲了 因為它設計就是這樣的規則 不過好像聽說也不是比爾蓋茲設計 比爾蓋茲也是拿別的東西拿來 就是變成sale OK好 這不重要 接下來的話 後面就是叫then 如果是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先生 反之不是的話 那底下這邊就顯示什麼 小姐 OK 或女士也可以 OK 好 這樣子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 反正 公式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只要不要打錯 OK 然後符合它能夠解析的要件 那就會很順利的得到正確結果 反之當然就錯了 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你打怕只是多打一個什麼什麼 或者是雙以後有前面沒後面也不行 反正就是少一個都不行 OK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OK 按確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滿 記得喔 上個有辦法同學來問 老師為什麼你現在可以填 因為這邊不是有一個空點 很小啦 只要不要 按住不要放往下拉就好了 那這個叫填滿的空點 OK 這個是也是有很重要的 算是一個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因為它就是你產生一個公式向下拉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只要一個做出來 底下全部都做完 OK 所以公式還滿好用的 以往如果假如沒有這個填滿空點的話 那你變成每個都要自己填公式 那不是很累嗎 OK 所以你只要一個出來下面都對了 所以底下的話請你向下填滿 那上面這個請各位自己練習 這上面有講過前四個字怎麼做 用laps 前兩個字怎麼做 也用laps 放在這結果OK 好 所以1 2 3 3的話 right right應該比較簡單 right應該就是五個字 這個用自己做應該會吧 right跟laps剛好顛倒 一個是從左邊 一個從右邊 如果是右邊算五個字的話 那一樣你就先插環數 找到文字這個類別裡面的right OK應該有一個right 你就找到right right的話 然後跟他講要幾個字 right按確定 那他會問你說你的字在哪裡 Tesl就字在哪裡 字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幾個字 五個字嘛 lumber charge 幾個字啊 五個字 好 那你看一下底下的結果是不是五個字 特別說英文一個單字就一個字 OK 這個也是固定 OK 按確定好 那得到eSale 那底下的話是四個字三個字 你就 你說那我是不是向下填滿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或也不可以啦 因為你如果要重做 你就說 這個四個字這三個字不一樣 不過有一個脫軟的方法 你可以向下填滿之後有沒有 然後這個字數不一樣對不對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改一下 四個齁 這四個就把它改成四嘛 記得打勾就可以 打勾就是確認的意思 取消就是不要 OK 所以一般習慣 我的習慣 修改完之後打個勾就好了 OK 那我個人習慣 一定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 編輯我的公式 當然它還有別的方法 可以在那個儲存格編輯啦 不過我個人不太習慣 我個人比較習慣 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上 編輯之後打勾 這樣一定不會錯 OK 所以你 如果你需要能夠使用 那個意思要很順暢的話 盡量就找一個方法 就不要做錯 我個人比較習慣這樣的方法 OK 你們慢慢自己 習慣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還蠻順的 你要產生資料就非常快 因為基本上我看 只要是在辦公室裡面 資料方面好像用也是有機率太大 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想應該都會用這個軟體 所以如果你這個軟體不熟的話 甚至在實驗室也是一樣 在任何地方 反正工程師他要統計分析 或者是做視覺化呈現 都會用這個軟體 OK 所以如果你這個軟體熟悉的話 應該會對於你未來的工作 一定非常有幫助 OK 那其他的話 OK 再來這邊 區域就前兩個字 02 然後電話碼的話 就是這幾個的 2468個字 所以你就前 所以這個可能是要Labs 插入函數這邊的話 就用Labs 然後你就自己用一下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Labs兩個字 這個Write應該就八個字 OK 這個我就不做啦 因為這比較簡單 好 那再切到LEN AND ME的這一題 那我們也是從上面往下看 長度幾個字 比如說這個身份字號 應該理論上 台灣身份字號應該要幾個字 十個字 那如果想知道說 這個身份字號裡面有沒有錯誤的 比如說他填多一碼的話 那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說我來算慢慢算 不可能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在C3這上面 插入一個函數 哪個函數呢 就是幫你算字數的 算字數喔 那其中有個函數就是算字數哪一個 其實這邊有提示 就是LEN LEN的話呢 他就是幫你算裡面幾個字 那這樣很快可以找出有沒有人填錯 按確定好了 比如說你要找出到底有沒有人填錯 你就 請你幫我算一下喔 他的身份字號有沒有是十個字 按確定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有沒有 你就知道了 有兩個人馬上給我 這個這兩個人填錯了啦 OK 那請問你是 哪個是多填的一個在怎麼樣 你會馬上揪出來 不然如果假設你不會用LEN的話 你真的不會傻傻的慢慢算吧 如果很多人的資料 你慢慢慢慢算 我看你應該很難準時下班的 OK 那底下有一題喔 這個性別喔 可以應該知道身份字號的規則吧 就是第二碼就是性別 如果1就是男 2就是女 當然啦 我們現在不是用眼睛看 老師我知道1我就填一個男 2我就填一個女 那如果這裡當然只有4個人 如果這邊有400個人的話 哇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那如果假設那種大公司 像鴻海好了 哇好幾萬人的話 填到什麼時候才能下班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喔 性別的部分 請你試著把它完成看看 OK 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我剛剛做的動作 其實如果你像剛剛那個公式 你如果不會的話 我上禮拜有講過 其實你可以問ChargyP ChargyP也可以產生 完全一模一樣的公式 只是說你要會敘述啦 但是如果像這種簡單的公式 其實說真的如果你會的話 說真的你就不會問他 因為殺雞不用牛刀啦 OK 但你實在不會的話 其實你可以問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有 所以以後的講義在雲端白板 這個第一個單元的第一個單元 有沒有 零一裡面的零一 那這邊就有敘述啦 比如說你要問那個ChargyP 其實他也可以幫忙 像哪個問題 我看一下 潘安生分之號這個也有啦 其實我也問了ChargyP 他得到的結果 他馬上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我貼上去結果就對了 OK 但是啦 我是建議兩個方法你都要會啦 你不要什麼都只會用ChargyP 那個非常簡單的你也要用ChargyP 那真的有點捨本矚目了 最好是簡單的你也要會 但是有些太複雜了說真的 你實在是沒辦法 那你就用ChargyP以下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這樣子 但是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幾個 把它有點像填空題 你自己把那個問題填上 反正今天就是把你看到空白的 你就把它填滿就對了 大概就這樣子 那今天的目標就是 把那個文字與資料類 還有我們今天用if 邏輯類的函數 至少你要能夠學會 並且能夠熟練 我覺得會跟熟練都很重要 很多人為什麼事情都做很慢 而且還做錯 因為不熟練 他怎麼能夠熟練 就是你要不斷找問題 去解決問題 OK 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這一題